當來坐這個客員 通常直接用手機來付車錢 從今天開始 有五條客員的路線來試班 就車之後 直接來掃手機的QR口 就能付錢 不過這個客員 正設一台行動支付的階級 身份就要四萬塊 所以想要全民代替輸用率 超過高雄的電子票證 將今天第一時間來 也是沒辦法達成 過去要搭公車 必須要持一張行動支付的 不過現在只要拿手機 就可以搭公車 都可以直接扣起 現在可以使用 行動支付的五條客員路線 有台北街人各地客員 二零百百一百空空 票價又幼稽二十五 均勁貨線 救一百九 幼稽三十一 公車八六五 行動支付 就半價幼稽 不過想要不要 今年貨幣三百三十一 幼稽的客員相機 沒那麼簡單 因為只要坐車的人手 今年就十一幼四千萬 使用電子票證的人手 今年就十一幼三千萬 貨幣九十一% 因為疫情運輸的影響 香港藥交通部署 決定肯定繼續補助 不管是降落費 還有土地房屋的一些租金 跟權利金 那也要維持他們基本的營運 香港藥垂基金 加力繼續做 再來交通運輸藥 把準備用新的消費模式 來拼市場